好我们独家报导带你来关心的是台北市龙江路巷弄里 有一家高档私宅餐厅 Bagel Bagel 现在被踢爆 其实呢这边是一个军方劝射 龙江一村散户 这是已经过世的中将宁俊兴的官社 好民众踢爆之后呢 他们是说这个中将过世之后 子女先是违法出租营业餐厅 后来呢国防部要求收回之后 屋主自己又以旧店名来重新开张营业 而这家店家呢 根据了解是许多名人 和艺人长光顾的店 包括像是林志玲 杨锦华 都还曾经在这边拍过广告 巷子李明宅大门一开 经过亭运往里头进去 竟然是一家高档餐厅 每张餐桌都点上好几根蜡烛 摆设家具非常复古 偶是吊灯 股市橱柜都采预约制 而这家隐秘餐厅被踢爆 是过世中将留下来的官方券社 旅本城主开店的夜先生指控 中将子女把券社租给他们开餐厅营业 被国防部发售后 去年二月店被收回 但是店关门一阵子以后 屋主人竟然又重新以旧店名开业经营 甚至到去年十二月底都有 还登报大打广告 连餐厅内部都一模一样 远店家部门表示 他向军方检举店却没有被下令停止营业 这里记者实际走访 中将女儿表示 这里只招待朋友 好像还是一样就是做餐厅用途这样子 没有没有 我是这四人的朋友啊 军方检举社有没有被拿来营业餐厅 军方表示 今年九月二十一号查法没发现 但如果追查属实 一个月内就要注销官赦全部收回 中文新闻台北众号报道